我们现在来到乔尔玛烈士陵园 今天的天气不是很好 但是就算这样的天气 还是有很多游人过来这边祭奠烈士 我们也进去看一下吧 我们买了一束鲜花来祭奠烈士 我们先去纪念碑那边祭奠一下 然后这边有一个烈士纪念馆 一会过来参观一下 看到这里有一个小朋友 刚才简单看了一下介绍 为了修建独库公路 大概是现在的40多年前了 牺牲了100多位战士 然后还有一千多位在这里治残 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才修好 这个独库公路 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程 青山藏中古 这个环境还是挺好的 今天已经好多人来过了 一上来我就看到了一个老乡 这边就是那100多个墓碑 他们如果还活着的话 现在年纪应该和我爸差不多大 我们看到最小的牺牲的只有19岁 年纪最大的可能是他们的副师长 五十几岁 这些可爱的战士 牺牲了多少 才有我们现在能够高高兴兴地出来玩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 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我们的安宁 辅重前行 出生在中国 生活在中国 真的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1974到1984的十年间 有168位战士 为了独库公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里是他们的生平 这就是168个人的生平 在这面墙上 小小的一块地方 然后修建独库公路的故事 被拍成了一部电影 叫做守望天山 当年参与修路的一个新兵 因为大雪风山 淡尽粮绝 他们班的班长 把最后一个馒头让给他 他活下来了 然后其他人都牺牲了 他在退伍以后 在这边守牧守了24年 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大家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搜来看一下 这是一些当年的照片 可以看到在冰天雪地的时候 他们还在亲情地工作 还有这张是在峭壁上面攀爬 牺牲最多的原因就是 一个是塌坊 第二个就是雪崩 现在的独库公路 每到十月份左右就会封路 每年六月份才开 但是他们当年修建的时候是 日夜不停的 这就是当年他们修 独库公路使用的工具 多么简陋啊 这就是简陋的安全用具 这个数据看起来太可怕了 十年他们开辟了六公里的飞线 就是设计在悬崖 绝壁上连羊都上不去的地方 然后有三条全长三公里的隧道 65座桥梁 平均每公里要挖出41,300立方米的土石坡 哇 觉得我们的军人真的好伟大 我们的军人真的好伟大 生卖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处理 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脚壁 用力活着用力爱哪怕干脑涂地 不求人和人满意只要对得起自己 关于理想我从来没选择放弃 即使在回头土脸的日子里 也许我没有天分 但我有梦的天真 我将会去证明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笔调分 但我愿不停贪施 不出所有的青春不留遗憾 向前跑 迎着冷夜和朝鲜 生命的光阔不裂寂寞难怎能感到 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归地求饶 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听日记勾言残喘 不如走进燃烧吧 有一天会再发芽 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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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毫无法让我们归来 未来迷人绚烂 总在向我召唤 哪怕只有痛苦作伴 也要勇往之前 我想在哪里最懒的大海洋版 也不管自己能不能归换 失败后欲挂欢 那是懦夫的表现 只要一息伤存情握紧双全 在天色国小之前 我们要更加勇敢 等待日出是最遥远的瞬间 今天的主题没有美食 但是如果没有这些可敬可爱的人 我们也没有办法在今天 开着房车去探索这个美味的世界 好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关注我们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留言 我们会尽力回复大家的 顺便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拉条子的时候 是一根一根的拉呢 还是几根一起拉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有一阵子了 明天见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